昨天去朋友新开的店里看了一下 开了一家卖零食的一家店 很多进口的零食 定位还挺高的 刚开的 开之前我们都跟他说 现在这个经济行情这么差 在他考虑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都借他别开 这个疫情形势下 你看整个消费都降级了 这个东西不好卖的 然后又开着那个小镇上 人又不多 比较难开的 我就这么给他讲 他认为没事 定位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难开的 现在这个行情 这个经济形势不好 现在很多人都舍不得花这个钱 这个量可能大不起来 旁边你看有超市 十组到处都是 十组那个店 他们进的都是常规的东西 你肯定也得有点常规的东西 然后你这里有的 在那个超市里大超市里也都有 跟他们竞争非常激烈的 我就这么跟他说 他说别人开起来都有生意的 生意都挺好的 什么老婆大了 临时量放生意都这么好 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人家那个店有多少员工 有多少管理经验丰富的人 你就一两个人 怎么能做得过他 人家做这个零售做了多少年 人家才刚开始做 怎么能搞得过人家 就自己太自信了 太自信了 就会盲目 盲目了你就容易放错 放错了就会损失 就不听劝 我上次一朋友开了个奶茶店 我也表示不乐观 然后我把我这个观点发到网上 好多人说我这个熟目寸光啊 但是事实嘛 前天我朋友把那个店光了 亏了一百多万 没办法 这个形式 形式比人强啊 拗不过这个形式 没办法 大势所趋 没有办法 人是没办法的 趋势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人啊一定要自进退 该进手进 该退的时候退 自然而上是非常难的 逆势是非常难的 成功应该率也很低 一定要顺时而为 要在这个经济形势这么严峻的倾向下 投资这些东西非常难的 就来到这里吧 买菜去了